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拜登助手说,美国希望与中国的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认为,拜登政府正试图通过砖注于一系列量身定制的技术出口管制来去风险 而不是脱钩,旨在使全球军事平衡向美国倾斜 他将新政府的工业战略是位于中国竞争的关键 他说,去风险需要拥有弹性的有效供应链 以确保美国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胁迫 沙利文描述了更广泛的美国措施 包括专注于投资国内经济,例如降低通胀法案中的3690亿美元和晶元与科学法案中的500多亿美元 已将高端半导体生产带到美国 这里是中国简报 科尔曼警告西方,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悉尼先屈臣报报道 经合组织主席马迪亚斯·科尔曼·马西斯·科尔曼表示 与中国完全脱钩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并且会从大流行中吸取错误的教训 然而,科尔曼补充说 通过使其他国家的供应线多样化来专注于降低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是完全明智的 珍妮特·耶伦·杰妮提亚兰表示 美国不想与中国完全脱钩 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尔瑟·瓦德莱恩 呼吁自由获取澳大利亚稀土矿物 作为与欧盟达成的任何协定的一部分 这将有助于其避免过于保护主义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正在按照中共的条件 在监管生成性人工智慧方面开辟道路 外交官报道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构正计划制定新的规定来管理生成人工智慧 AI 即使用可以创建视频、图像和文本等媒体的人工智慧 作为促进这些服务的健康发展和标准化应用的手段 尽管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其法归远不如中国发达 据专家称 北京正在寻求保持其互联网审查机制完好无损 这一位助推出新的限制不受挑战 生成是人工智慧正在被广泛用于商业用途 尽管它导致了对隐私、安全、道德和社会经济问题的众多担忧 这里是中国简报 压力下 人民币面临季节性疲软期 彭博社报道 人民币可能会遭受季节性下跌 因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息支付 以及与假日相关的外汇购买对人民币造成压力 彭博社的初步计算显示 香港交易所的中国公司 今年将支付801亿美元的股息 其中680亿美元将在6月至9月期间到期 人民币在过去10年中的表现表明 它通常在5月至9月之间走弱 我们对2023年中国增长复苏的预期 也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法国巴黎银行的王菊表示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的五一旅游有望达到疫情前的最高水准 据Trip.com集团称 中国预计即将到来的五一架七七 监国内旅游将激增 酒店和航空旅行的预定量 已经超过2019年的水准 这被世卫对休闲和酒店业的推动 这些行业受到COVID-19爆发的严重打击 这里是中国简报 华裔美国人在调查中引用 歧视和仇恨犯罪恐惧 根据公民组织百人委员会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 近四分之三的华裔美国人报告 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种族歧视 其中55%的人担心仇恨犯罪或骚扰 尽管人们认为华裔美国人很繁荣 但华裔美国人设区却时存在挑战 例如收入不平等 10%的受访者表示 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 虽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分歧 但绝大多数受访者将美中关系描述未负面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重建澳大利亚关系 彭博社报道 包括利托 Riotinto PLC 和Fortescu Metals Group LTD 在内的十几家澳大利亚公司 本周前往中国 这是贸易紧张局 事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 经济和外交关系解冻的积极迹象 预计贸易不偿堂 法雷尔 Don Ferro 最早将于5月访问该国 北京正在寻求支撑经济 抵制拜登政府在世界舞台上 孤立中国的努力 并与某些美国盟友建立新的关系 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 并帮助该国为国防扩张提供资金 以对抗中国的区域军事扩张 这里是中国简报 华盛顿宣言 这对朝鲜半岛意味着什么 半岛电视台报道 美国和韩国签署了一项协定 共同应对来自北韩的潜在威胁 其中包括警告不要使用核武器 这激怒了中国 中国声称华盛顿正在挑起对抗 该协定可能会加居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北韩人全委员会执行主任格雷格 斯卡拉托尤 Greg Scarlettuel 认为 这是团结一致反对平壤和野心的资讯 东西大学 Dansio University 国际研究教授肖恩·奥玛利 Sean O'Malley 表示 中国的反应在意料之中 但该协定是追求和平的必要步骤 太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袁埃娜尔坦根 埃娜尔坦 表示 北京的愤怒可能旨在阻止美国在韩国部署 威胁其战略地位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FUD 这里是中国简报 印度指责中国违反边界协定 半岛电视台报道 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 辛格 Roginot Sin 指责中国违反了双边协定 并侵蚀了两国在拉达克东部地区近三年的对峙基础 辛格 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国防部长礼尚服 讨论了印中边境地区的是太发展以及双边关系 辛格强调 印度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以边境和平与安宁为前提的 所有边界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的协定和承诺来解决 这里是中国简报 LVMH聚焦中国进行全球蒂芙尼大修 路透社报道 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 蒂芙尼首席执行官安东尼·莱德鲁 Anthony Ledro表示 陆威敏轩集团旗下的这家美国珠宝商已经确定了在中国的巨大的潜力 因为该业务寻求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扩张 目前蒂芙尼在中国大陆拥有39家门店 其中至少有三或四家位于北京著名的三里屯地区 在过去的两年里 蒂芙尼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在中国的零售网络 这是公司更大的品牌重塑的一部分 以扩大其客户群并进入高端市场 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 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 军队和经济的控制 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 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 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Kindle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冒号-mzn.to-3jlzl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 资格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3w.66.wor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美 stir平均 鼓励